人类在原始时期曾被无数的隐形结界隔绝 这些结界叫江河湖海 山越天空 几万年来我们犯过大错也成就壮举 终于铸就文明 一百年后我们会踏上哪片土地 一千年后又会身在何方呢 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为大家安利一部9点6分的金路片 宇宙时空之旅 未知世界 我们将和主持人奈尔泰森坐上想象之鉴 探索微观与宏观 逝去的历史和未知的未来 这一集探索的主题是人类本身 为此首先要来到11年前 目睹一次足以粉碎时间的恐怖灾难 两颗大质量恒星探索之后形成两颗黑洞 它们在百万年间旋转接近 如同一场双星探戈 它们发生碰撞时空间受到挤压 拉伸 时间先减速又加速爆发一场时空害小 爱因斯坦将这种巨大的波动称为引力波 引力波最初只是一种预想 但近年来各国科学家真的探测到了它 它有望从另一个角度揭开宇宙的奥秘 我们已经能用各种光线来观察世界 大马射线 X光 紫外线 红外线 微波 无线电波等等 引力波就是另一种观测方式 它有望带我们探索黑洞内部 宇宙角落 甚至让我们回溯宇宙诞生之初 亦览140亿年的宇宙演化 为了更形象地展现宇宙历史 本篇制作出一个宇宙年历 宇宙诞生之初是1月1日零点 而你我现在则位于12月31日的24点 宇宙年历的每个月等于现实的十多一年 每天代表四千万年 地球生命诞生于41年前 就相当于年历上的9月15日 来自恒星的氧碳弹 跟宇宙大爆炸中的清洁核 形成了最原始的生命 此后又是31年的自然选择 地球生命越发复杂 终于能够用肉眼看出区别 年历翻到12月26日 这天是宇宙中的母亲节 因为这在现实里面 是两一年前 哺乳动物刚刚诞生 它自带母爱 又滋养后代的本能 更为重要的是 它们进化出了新皮质 这为它们后代觉醒高级智能 提供了可能 日历继续翻页 我们祖先的DNA 因为机缘巧合 发生了一处 只涉及13个原子的细微变异 13个原子 约等于一粒盐的千万亿分之一 就是这样 细微的变异 让我们的新皮质发生了进化 它变得更大 褶皱更深 我们因此解锁高等智能 喝胎于普通的哺乳动物 得以改造世界 这一切就发生在 12月31日的夜晚 时间推进到这天的23点59分 我们的祖先终于升格成 采集狩猎者 聚足而居 这大约发生在现实中的10万年前 当人们说到贪婪暴力等问题时呢 常常喜欢甩锅说 这是人类本能 其实不对 人类诞生了几十万年 大部分时间是团结平等的 现在幸存的原始氏族也是这样 可能因为原始人更弱小 团结才能生存 而且人们四处流浪 财富只是负担 所以没有人攫取多余财富 这里是南非布隆伯斯洞穴 人类的祖先曾经居住在这里 把一种褶食当工具使用 十万年前的某一天呢 由于祖先突发奇想 给哲世刻上抽象符号 地球因此诞生一种 前所未有的物品 艺术品 它蕴藏着跨越时空的力量 向十万年后的我们 传来古老信息 据宇宙年曆结束只剩25秒 也就是现实的一万年前 我们祖先终于发展出 农牧业得以定居下来 宇宙年曆倒计时20秒 也就是现实的9000年前 安纳托利亚出现了最早的城市 叫加泰土丘 那时他们还没有发明街道和窗户 在屋顶上开门 不过其实 没有窗户 无关痛痒 这里没有宫殿才是最棒的 总观历史 农业的诞生总会导致财富积累 而贫富不均 则会导致1%的人富可敌国 99%的人击寒交迫 但考古发现表明 加泰土丘的人不分男女强弱 衣食条件都极其类似 看来他们虽然掌握农业科技 却还沿袭着狩猎社会的分享精神 处于稍纵即逝的黄金时代 城市中的每座房子也大同小异 跟现在一样 有卧室 客厅 厨房和装饰品 他们也使用褶食 但是是当作画笔绘制地图 人类首次用二维方式展现三维世界 火山火月时 我的家在这儿 绘画者只用寥寥几笔 就让我们穿越回9000年前 继一家泰土丘之后 城市在几千年内遍地开花 17世纪的布商 经常通过透镜来检查布料质地 有几位科学家把透镜对准其他物体 发现了全新世界 安东尼·列文虎克 把单透镜对准水滴 揭示了围观世界 克里斯蒂安·惠根斯 用两面透镜对准天体 窥见土星环的本质 并且发现了土威六 巴鲁赫斯宾诺莎更勇敢 他在宗教大行祈祷时 宣扬起一位全新的神 这个神并不是人形化身 而是宇宙物理定律 是自然本身 教会将他开除教级 也有人对他进行暗杀 他堵过一截 披风却遭到刺穿 从此呢 把这件分叉披风视为荣誉 可能是因为 常年打磨透镜时 吸入了太多的尘埃颗粒 斯蒂诺莎44岁 就因为肺病去世了 250年后 另一位科学家 到斯蒂诺莎的工作室朝圣 很多人问这科学家 信不信神呢 他会回答 我信仰斯蒂诺莎的神 这个神并不关心人类命运 而是在自然规律中显现自己 这位科学家叫爱因斯坦 但有些规律令人费解 比如这则预言 很久以前有两个王国互利共荣 和平合作了一亿年 后来呢 其中一个王国的后代变得强大 他们撕毁契约 向另一个王国开战 彼此都在战火中岌岌可危 预言是真的 两大王国是动物和植物 撕毁条约的后代就是我们 纪录片接下来的环节 将探讨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几亿年来植物交配都很辛苦 他们只能把种子撒到风中 期待风把花粉吹到其他的花蕊上 概率嘛 可笑而知 后来蜜蜂以花蜜为食 顺便将花粉送到其他花蕊上 它们和植物互利共生 既增加农作物产量 也增加了农作物的品种 人们因此过负 然而在我们的破坏下 现在连许多种蜜蜂 都成为了宾威物种 世上约35%的作物 依赖它们的工作 它们一旦灭绝 田野将尽成荒原 这里是灭绝博物馆 纪念着地球史上灭绝的生物 五扇大门代表史上的五次大灭绝 而第六扇大门上写着人类记 科学家已经达成共识 我们自己就是第六次大灭绝 长狼中尽是逝去的生命 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时代 就已经将它们猎杀殆尽 其中包括我们的亲戚 尼安德特人 不如现代之后 灭绝长狼继续加长 万一我们没能阻止灭绝 眼前的花鸟鹰草都将消失 但一旦成功阻止 将拥有超乎想象的未来 这里是近未来世界 霍金提出的射星计划正在启动 一千多艘纳米飞船整装待发 我们人类毕竟智能 没法目睹第一条海洋生命上岸 也不曾见证第一只陆地生命学会飞翔 但今天我们将亲眼见证 飞船驶向半人马座 阿尔法星系的比林星 这些纳米飞船重量只有一克 体积大小如豆子 所携带设备 却比70年代的旅行者好更加先进 它们由光驱动 在相控阵机光助力下 加速到光速的20% 纳米飞船本体仙桥 速度有极高 装进宇宙尘埃后会遭到严重破坏 所以我们才要发射如此庞大的数量 比林星离地球四光年 纳米飞船要飞20年 科学家认为那里很可能存在生命 纳米飞船将进行科考 并将数据以光速传回地球 而这意味着 数据的传输要耗时4年 再加上飞船本身航行到20年 我们要做24年的等待 收到那则遥远来信时 人类或许已经解锁全新科技 比如用圆筒空间程技术 将巨型城市搬进飞船 我们又像祖先一样 踏上流浪之旅 只不过江河湖海 山越天空再也不是阻碍 这一次旅程的终点是比林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